有請阿吉西 歡迎美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還有什麼關係的頭部來跟觀眾朋友呢 今天... 今天要跟觀眾朋友頭部什麼呢 怎麼來做蝦子料理的前置動作 前置動作 我們真的有吃日本料理好不好 剛才有蝦子什麼雞雞雞 或是手捲 或是蝦子本身去捲東西 去包也好 去切也好 去炙 都常常我相信觀眾朋友認知專業 有一個粗蝦會什麼造出來 圓圓啦 造型不漂亮啦 都用不定耶 對啊 你會記得 剛才我們真的在吃什麼蝦子裡面有包蝦子有沒有 對啊 整個蝦蝦的白白滴滴滴的有沒有 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觀眾朋友頭部 就是要頭部吃這項東西怎麼來做 蝦子要如何擺平它 如何把它弄直了擺平了 來 如何擺平蝦子 一個人三隻 來 最主要蝦子捲著 我們注意看 大隻小隻都一樣的地方 來 現在這裡是腹部再背部對不對 是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方法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你不知道 都去捲雞筋 有的沒的很麻煩 其實不用 來 這是腳在這裡 這是 這是 北來這裡的腳 腹部有腳 有沒有 蝦腳都在這裡 來 這個尾巴蝦散有沒有 尾巴蝦散這裡中間是不是 剛才有一坑 是 來 我們給鏡頭看 有沒有 這裡剛才有一坑這裡 剛才蝦子的蝦散裡面 這裡剛才有一坑 蝦子兩隻手都不用怎麼歪人 他嘟嘟好 這樣一塊吐到頭 這樣 鋼定 喔 我來試試看 對 你試試看 拿一塊蝦子出來 這 沒力 一塊就蝦子 加三個 中間 這裡有 這裡有 它的蝦子 我看到 然後就輕輕的 用鑽的 不要用鑽 用鑽 當時如果鑽下去 戳到我們的手 你就輕輕的這樣鑽 它就用鑽 輕輕的鑽 輕輕的鑽 輕輕的鑽就好了 輕輕的鑽 要鑽到我們頭的這裡 輕輕的鑽就可以了 對不對 它這樣一支一支就很固定了 到頭的時候它就動起來了 它就動起來了 動起來就好了 因為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這個蝦 蝦頭又不會辣 整個蝦的環境又很好看 很大風 對 刷下來呢 我們剪好料 剪好料 我們當然就要把它煮熟了 都要把它煮熟 當然煮熟也有三個味道 三個味道 我們就是 我們留一會兒 我們留一會兒 好嗎 我們留一會兒 看無籤 三個到底看變什麼形 無籤又無籤 對 差別在那裡 差別在那裡 我這裡一會兒無籤的 好 好 來 蓋子打開開 蓋子打開開 現在要煮這個蝦子的時候 是 我們一定要沾一項 稍稍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白草 為什麼呢 因為白草的觸媒作用 它可以在炒醋頭一項 第二項白草裡面 我們現在蝦子在煮 它的營養分 多少都會流在水裡 但是這個白草的蒜 它是一種的 捲性的東西 它會封鎖住它的外表 它的蛋白質 不會流去 它如果要流出來的時候 剛才有醋生 它會提早凝固 金粉在裡面 三個蝦子不但白 不會燒醋 還有蝦子甜 都在那裡 這也是算蝦寶 這也是算蝦寶 一次學兩道 對啊 就忘了 尖洗口都有 來 我們現在這個水 這就是白草 沒關係 你把茄子拼一下 你不用煩惱 不用煩惱 煩開 算花掉了 你現在把它彈下來 都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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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注意看 有沒有 我們現在下去 你會發現 現在醋裡面 在水的中間 現在在灑這個蝦子 蝦子裡 茄子很紅心 對不對 今天 當然 另外加一個小撇步 我們觀眾朋友 你不是要做這個 真的在家裡灑 那個白蝦子 白在吃 這樣直接有 水裡面有醋的時候 你手去白那個蝦 手不會炒醋 喔 手不會炒醋 不用另外說怎麼洗啊 不用不用 手才不會炒醋 手才不會炒醋 而且 蝦子在白蝦的時候 它很容易脫肉 如果有時候怎麼 蝦子有油漬 蝦子也是有油喔 油漬的時候 你手在扁 會滑滑 會滑掉去 不會說很清爽 一剝它就脫落 對 所以我們這個方法 如果這樣倒一點醋的話 我們剝殼 手很乾淨 就沒有腥味 很容易脫落 對 手還不會炒醋 對 肉質又好吃 好甜 顏色又很潔白 剛才彈下去 都在鍋底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都撲起來了 是 撲起來就表示這個蝦子熟了 來 我們準備一鍋冷水 冷水在這裡 來 在這裡 好 來 好 來 來 現在把它勾起來 慢慢勾 我們勾起來給鏡頭看 好 好 現在把它放在冷水裡面 好 好 來 放在冷水裡面 對 我們現在把它放在冷水裡面 好 冷水要趕快降溫 降溫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蝦子在吃的時候 肉的水分、鍋頭都在 你如果不趕快降溫 有時候水分 因為高溫 它會昇華 肉可以吃起來糊糊 比較硬 對 就比較有那麼好 就給它極速降溫 對 極速降溫 漂亮的給你拿 肉的給我拿 來 你拿一隻起來 我拿一隻起來 這是不簽的 你看看 不但擺平又擺直了 它大概就彎彎曲曲 插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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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現在我來拔 來 我們現在譬如說 我們做書式的 或是手捲的蝦子有沒有 你手 看這個籤 來 頭把它黏住 很方便 來 這個很硬 很方便 這比較簡單 對 你買到老一隻了 來 你看 清清清清清這樣 欸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一轉 然後再把它轉一下 對 那個籤也就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圓圓 對 這個圓圓 你把它看就不好看 你說你要做手捲 要做什麼 你就很好做 而且我們補的時候 它比較黏 沒有像這樣 而且手呢 掌控的時候 不好操作 因為硬的嘛 對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這種的問題 香港有時候 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能跟我們專業不一樣 不會去想那麼多 但是我們正經說 如果買那種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用底籤 實在說 實在說 實在是沒辦法 喔 師傅 如果是說 可以撥完殼 再用竹籤把它穿起來嗎 欸 最好是不好 這樣 怎麼說你知道嗎 這個殼它有一個好處 是 可以固定我們這個肉外表的環境 喔 那你如果說 啊 飛去啦 蓋上蓋上蓋子 才會簽喔 對 裡面刷起來這個蝦殼殼的部分 是 這裡有一個紅色的蝦毛有沒有 對 沒有這麼清潔 可憐 沒那麼清潔就對了 沒那麼清潔就對了 沒不對 沒不對 沒不對就沒水了 那你如果說我們自己家裡 要做年紀裡的時候 你就飯吃了好 加一點醋醉這樣 拌一拌一拌 從這個去夾我們一拌一拌 到現在是一個五千塊的大師傅 哇 真的是很讚耶 對嗎 哇 形狀就是這麼的漂亮 對… 如何擺平蝦子擺直蝦子的祕訣 就是我們的竹籤 還有喔 怎麼這麼好的蝦子 又好吃 又好剝 又好看 對… 就是沒錯 喔 我們這個一定要記起來喔 哇 今天非常感謝祈禱 剛好我們的小撇步 如何擺平還有擺直蝦子喔 其實謝謝